2024年1月5日4点48分 真实战令南天门山同志们 我们上了 南天门山缅军向同盟军投降 果敢同盟军胜利光复 果敢全境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果敢同盟军官方消息 根据果敢战地通讯社 2024年1月5日 缅甸民族正义党领导下的同盟军 全面光复果敢领土 这是全体正义党党员 同盟军官兵坚持长期武装斗争 取得的伟大胜利 是第一特区乃至全国受压迫歧视的 各族人民的伟大胜利 一落瓦底新闻社 1月5日消息 缅甸政权在中国边境 善邦国敢地区 升起了白旗 根据同盟军官方网站 1月4日 驻守在老街周边的缅军 向同盟军投降 1月5日 驻守在南天门山制高点的缅军 向同盟军投降 包括6名准将 士兵2100多人 随军家属1600多人 至此国敢境内再无闽昂来的 一兵一族 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历史性的光复 咱这么说 上一次国敢地区没有缅军的一兵一族 可能还要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 上一次国敢地区不受压迫 英国殖民者或大缅族主义 这个得要追溯到1885年第三次英勉战争之前 这不是历史性的光复是什么呢 彭德仁将军不愧是华人之光 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 帝国主义者开着几条船架着几门炮 就想在让一个国家屈服的时代 一去不复返了 老彭家得自辈一百年出两个这样的人 值了 根据国敢同盟军官方网站 十四载革命征程 风霜雪雨 中德国敢全面光复 十四年前 缅甸军人利益集团阴谋策划国敢八八事件 以急查毒品和枪支为借口 悍然对第一特区发动武力占领 强行剥夺国敢民族的高度自治权 同盟军当年实现战略转移后 始终将全面恢复区域高度自治 作为主要政权目标 坚持武装斗争与政治谈判相结合的革命路线 经过十四年艰苦卓绝的奋斗 终于在今天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目前同盟军已经完成光复蒙古国敢两线 解放了穆邦贵盖等大部分地区 同时解放了瓦邦首府长期被缅军霸占的鲁板市 目前已经将鲁板市交给了瓦邦自治区 因此超期完成了时代赋予正义党同盟军的历史使命 怎么看 本期节目呢 咱们谈一谈战略意义 以及有关1027行动后续的一些看法 再就是作为一个海外华人对这场胜利的感受 先谈一谈战略意义啊 对于1027行动本身是极大的胜利与鼓舞 以及巨大的象征 头一次攻下首府和自治区 实现了通过武装斗争而带来的民族的解放 这给其他响应1027行动的民族地方武装做了榜样 比如若开军光复若开帮 沁帮防卫军光复沁帮 德昂军光复德昂民族聚集区 克伦尼民族防卫军光复克伦尼帮 有必要说一下 响应1027行动而展开的1111行动 也取得了巨大的战果 克伦尼民族防卫军KNDF 与盟友已经光复了首都雷固 约85%的城区 这个意义更大 与国杆自治区不同 克伦尼可是一个邦啊 另外雷固距离内比都只有110公里 这是战略意义 对于1027行动 伴随着国杆同盟军解放国杆自治区全境 1027行动正式进入第二阶段 如果第一阶段是打破力量平衡的话 那么第二阶段应该是争夺合法性 甚至妥协的方案 大野猫想了一个最理想的状态 最理想的状态是这样的 闽南来呢 到岁数了 下台 如果不想被清算呢 可以流亡泰国 缅甸的军队呢 回归看守状态 民族团结政府回归内比都 做文官政府 重新掌握行政权力 包括重新举行大选 各少数民族地区获得高度自治权 任何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组织 不得在缅甸境内活动 比如奶茶联盟 美国民主基金会 啥意思呢 你搞民主可以 多党制也可以 代议制票决也可以 但是不允许把美国拉进来 否则缅甸永无安宁 缅甸无法发展 当然了 在这个状态之前 少不了打打停停 和反复的讨价还价 这个里边的合法性 来自中国和来自东盟 如果大家关注最近几天 无论是军政府还是民族团结政府 都在通过不同的渠道 不同的方式 试图从中国这边获得合法性 首先咱们要看军政府方面 12月26日交漂港补充协议 12月29日与泰国达成合作框架 铲除庙瓦底电站园区 1月5日内政部长与中国公安部部长 王小红视频通话 1月40到6日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 到访缅甸 这个象征意义不小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12月初开战的时候 中国派去的是部长助理农荣 现在派出去的是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 他们讨论了如下话题 头一个是缅北安全与缅北的稳定 这个里边是否包括缅军撤出果敢 就不知道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分析 假设缅军依旧在南天门山 那么凭借果敢同盟军现在的实力 一时半会是打不下来的 另外呢 双方也达成了加速中缅经济走廊 加速推进中缅命运共同体 中缅边境安全稳定 打击电炸和网络赌博 什么意思 军政府在干什么 在交换合法性 军政府特别需要这样的合法性 也特别需要来自中国的支持 那民族团结政府方面呢 民族团结政府这边呢 也没闲着 我们看到了1月1号 民族团结政府发表了 对中国关系的声明 首先撇清了与美国的关系 任何对中国国家安全威胁的组织 不得在缅甸存在 这个是什么意思 告诉中国请放心 就是这个意思 1月2号 克伦民族联盟 说要配合中国泰国反电炸 清除妙瓦底 KK园区和亚太新城 也就是说 民族团结政府也在争取和法性 所以呢 这个第二阶段 肯定是围绕着谈判 打打停停 如果再激烈打下去 咱这么说 东盟中国都不愿意看到 首先呢 它会产生大量的难民 其次呢 它会产生大量的地区动荡 这个呢 不是东盟和中国呢 要看到的 另外呢 打破平衡比消灭军政府相对容易 也就是说呢 双方在战争这一方面呢 已经基本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平衡 当达到了一个新的平衡的时候 就应该在行政上讨价还价了 这是一种必然 对于国感同盟军来说呢 光复国感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治理国感才是真正的挑战 根据呢 国感同盟军的官方声明 同盟军呢 已经完成了任务 会不会协助兄弟部队呢 我个人认为呢 适当性的 它会 但是主力部队依旧会保留在国感地区 也就是说 战斗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这是我的个人分析 最后对海外华人有什么影响 尤其是对于我这样的人 巨大的象征意义 为什么 说句实话 咱出门在外 咱一国他乡 真正的也就是个二等公民 完全被边缘化 可能有时候连还不如二等 比如说在缅甸 缅甸的华人 他的地位是仅仅的高于罗兴亚人 根本连公民都不是 自己的语言 自己的文化的权利 根本都没有 有时候呢 我们在海外 搞一些自我安慰 比如说我的祖国是一个超级大国 但是呢 我们也知道 这也就是一个自我安慰罢了 毕竟呢 咱不是中国公民 祖国呢 也别想指望 这是事实 所以呢 我也承认这个事实 当然了 还有一条路 这条路呢 就是简中之人和反贼 所提到的那一条路 就是完全拥抱西方 彻底放弃自己的祖国 拥抱西方是可以的 西方毕竟有多元文化嘛 对不对 其实这是不行的 这些简中之人和反贼 他让我想起了谁呢 他让我想起了白索成 跟四大家族 其实这些人 无论是这些反贼的意见领袖们 他们想要的是什么 他们想当下一个白索成 人人都想当白索成 白索成是一个什么人 让普通人做牛做靶 接受童话 被边缘化 自己做西方的代理人 买办 作威作福 荣华富贵 他们是这样的人 白索成等四大家族 在国赶干的事 大家呢 有目共睹 大家呢 也看到了 不就是这样的情况吗 首先 一纸合作 跟缅甸军政府签的这个合作 就把国赶人民彻底的卖掉 然后牺牲国赶人民的基本利益 然后呢 谋求自己的荣华富贵 自己搞黑产买败 富得流油 普通国赶人 连学自己语言的权利都没有 学校里不讲中文课了 真正的变成了最后一课 学校里学缅文 然后呢 老街城里摆放着这缅甸英雄的雕像 然后呢 自己的文化 自己的公民权没有 如果国赶人在街上 与缅人发生了冲突 那警察向着缅人 不向着国赶人 在自己的家 遭到这样的暴行 那这种东西情何以堪呢 对不对 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了什么 国赶同盟军回来了 赶走了缅军 和买办的汉奸走狗集团 国赶获得了解放 国赶获得了新生 国赶同盟军 卧薪长胆十四载 最终光复国赶自治区 他好比啊 1934年 178岁的青年 离开了江西老家 远走他乡 回来的时候 已经全国解放 说实话 每一个海外华人 都等着这一天 祝贺国赶同盟军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家有没有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定位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